小刀你说在你机里啊 谁是第一漂亮的女人 我妈 行 第二呢 我大姨 第三 我二姨啊 第四 第四 我舅妈 咋的我排不上号啊 好吧你们别着急 马上到你了 马上就到了 第五 第五我懒 第六 我太懒 你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小刀啊 我就排不上号呗 老板你说你跟个老太太争傻啊 是是不是啊 行 我不扯 我不扯 我 这 六 哎 别叫小明 等会老板 干嘛呀 你看我来咱公司也两年了吧 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你这个人 对 刚来公司的时候 是不特不人 嗯反正我不太喜欢 现在嘛 现在怎么样 怎么样 现在变化挺大的 对我也很 那那你有没有一点点喜欢我 喜欢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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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点都没有 没有 老板我再问你最后一次一点点都没有吗 哎呀没有 哎呀没有 罗夫 行 那我知道了 那老板我先去忙了 你干嘛 我抱 我抱你干嘛 大家自信心就贴好了是不是啊 靠业您给你的时候到 一会天气都跟紫辉知道吧 啊 嘿嘿 我一会先进办公室 大家一个一个跟我进去 去辞职 好吧 走 走行走 走 老板 这是我的辞职信 辞职信 对 别开玩笑了小东 给 现在拿走来得及 大家都进了吧 老板 这是我们辞职 不是 你们都不想干了 对 都不想干了 小东你什么意思啊 是你教错的他们吗 没有 他们就是不想干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 行我们走了 老板你保证 小东你 你给我回来 小东 你们别说话啊 我先过去看看 老板 老板 小东你怎么还没走 我怎么会离开你呢 别动 我 公司成立十周年快走 你们都没走呀 老板你这么好 我们是不会离开你的 对吧 对对 老板 我猜你肯定不记得了 今天是公司成立十周年呢 就你鬼点子多啊 我真的以为你们都 不要我了 要离开我了 怎么会呢 公司是船 每个人都是船员 撑起来掌舵 杨帆 抛锚 每个人都需要默契配合 共同努力 驶向一个叫成功的彼岸 我们需要 加个人 加个人 干嘛老板 你这么多人呢 哎哎哎哎哎老板 你要去哪啊 怎么可能我见客户去啊 哦我明天想用你的车可以吗 用我车干嘛呀 明天吃温奶八十大寿 我想开你车回去给我奶 过个生日 你早说呀 奶奶八十大寿啊 对 行 给 拿去开吧 啊 谢谢老板 哎 你怎么了 奶奶八十大寿 啊 你给奶奶准备什么礼物了 我奶就是平时喜欢喝点 我就给他准备了两身酒 我这 小冬 你是真不能老人心意啊 怎么了 你知道老人希望你带什么礼物回去吗 带什么 女朋友呀 孙媳妇呀 不这这到哪给他找气 这都几点了 嗯 怎么了老板你散了不舒服啊 我给你倒杯水去啊 不是 我意思是 我有空 什么事呢 把我带回去啊 我的眼泪 你的好泪 无处落脚的人海里 老板 你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了吗 你干什么小冬毛毛躁躁的啊 你吓我一跳 什么日子啊 今天是咱俩认识 3785天的纪念日 今天日 这是个什么纪念日啊 没事干了是吧 干出去干活去 等会儿了吧 你说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你知道我有啥特征吗 特长 你除了长的帅点 也没啥特长了吧 不对 我每天想你的时间 特长 有不有啊 讨厌 那我再问你一个事了吧 你知道我干啥最快不 干啥最快啊 干饭最快 你说啥呢 我每天看见你 我心跳的最快 真有 哎呀 咋了老板 还手滑了个口子 你等会儿啊 我也去滑一个下 你干嘛呀 你滑口子干嘛 你看 你不是滑了个口子吗 我再滑一个 那咱俩就是两口子 你也相信爱有 我的自己 谁能够进那些 古老曾经 你又要钱干嘛呀 你不会又跟朋友玩游戏买皮肤了吧 啊 没有 真真没有 那你要钱干嘛 老板反正你要有的话你叫个点呗 借 咱俩之间说什么切不戒的呀 行 我给你转就行了 差多少 给你转五千多不高 不大分 五千也不高 啊 不是你干嘛了呀 就是前段时间借了点钱 跟朋友一起干生意 然后赔了 赔了 小哥你拿我当女朋友的吗 啊 投资这种事情 你不跟我商量商量的吗 没有你听我解释吗 你你你要是有钱你先借我点吗 他不是借不借的问题啊 我是女朋友吧 是啊 对呀我是女朋友 你说这种事情的时候为什么不跟我商量 那我不也想着以后让别人都看得起我吗 我也是为了你好啊 那你也不能 那也不能什么事都自己做主呀 哎呦反 哎呦反反正算算算了 你你要不借的话 那咱们就先分开一段时间吧 我怕以后要账的找上门给你添麻烦 小公你 老板你干嘛呢 小董咱来放在那呢 我想就放这来的呢 啊 找那个干嘛 还钱呢 我给你弄这干嘛呢 你赶紧去看咱俩那两个车的卖多少钱 这加上我卡里的来 卡里的钱加给那天得有四百多万 还钱应该够了 老板 其实你不用这儿呢 我用你什么意思啊 嗯 你不拿我当你女朋友 还是你觉得我只能跟你 想福不能给你共苦啊 没有 那你愣着干嘛呀 你赶紧去啊 你快去啊你这干嘛呢 老板我刚才逗你呢我开玩笑的 逗我的 嗯 不是你害我担心 故意骗我 骗我的吧 没有我就是看网上那些人 都这么测试女朋友 老板 我错了我错了 故意测试我的 不是小董我对你的爱还不够明显吗 明显明显 我错了老板我以后带不认啊 老板 抱一下 那你以后别骗我了你不娘 你换地方了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老板你怎么又来了 我我今天过来给你学做汉堡的 学学做汉堡 对呀老板你别闹了 怎么了我跟你学习不行吗 你一个大老板你给我学做汉堡 我就要跟你学 这让我学会了 等你 忙不过来的时候我还能帮你呢 也是啊 不不不行不行 你你快回去吧 快回去吧啊 干嘛呀 你捡捡我走我就要跟你学啊 你快回去吧 这个不适合你啊 我给你交学费 我给你交学费行吗 给 拿着 这样可以交我了吗 那那那行吧 这这个很简单 你看啊 听听听听听 老板 你真弄的傻啊 我发现了啊 这活真不是你们有钱人家大小姐干的 你不用心疼我 我能干好 我再拿一个份子 哎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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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给我浪费粮食了 老板 你要真想帮我的话 我给你安排个轻松点的活 什么活 你就负责做那收钱 我负责做 怎么样 你别糊弄我了 你那现在都是二维码收钱 哪有宣伙的呀 小东你是不是就觉得我什么都干不好 哎 这样老板 老板 我交给你一个特别重要的事 你负责帮我到周边去搜集一下情报 你去隔壁那个鸡蛋冠饼啊 烤面筋啊 然后还有那个杂粮煎饼啊 还有那饭团 你去看看他们家多少钱 都多少钱 然后涨没涨价 他们家要涨了 咱也涨 行 行吗 这个这个活我能干了 那我去吧 行 快去吧 我可以 怎么样老板 烤茶怎么样 好好吃啊 这鸡蛋冠饼 菜块香 还有洋拌菜 又好吃又便宜 比你这样 菜板好吃多了 老板 这汉堡我不要了 你把钱退给我吧 行行行 我我扫你吧 美女 您的鸡蛋罐饼从哪买的呀 这从再进去 走拐 然后再走20米就到了 好嘞 给吃小豆 你 哎老板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我扫你 在这 世界里 三年一决定 四年都决了地 你又骑着个小婆生出的干嘛呀 我不是不让你买单了吗 老板 你公司那么多事等着你处理的 你快回去吧 别老跟着我 我就要跟着你 我就要跟着你 哎呀 给我拿两个汉堡 一会送到我家里 啊行 一会做好给你送过去啊 啊 你家里啊 啊 谁呀这是 客户啊 你就卖个汉堡 你还要送过上本啊 那人客户要求的不是吗 客户要求 他要求你搓背 你还得去给他搓背啊 你说什么呢 这再说搓背我也不会啊 真的是 你可真行啊小冬 我发现你真死心不改啊 你就你就摆个摊 你还顾得上美女了 你说什么呢老板 哎你听我解释 哎 哎 哎 老板来个汉堡 啊好 就是他家 就是他家他家汉堡不干净 我跟你说吃了也要 拉脖子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 不是哎哎 不是我我家汉堡干净了 不是你别听他说哎 老板你干啥 不是你还谁老板呢 我不认识他 你认识他吗 我不认识啊 你啊 汉堡不干净啊 老板 你是不是还在为刚才那女的 生气啊 什么呀 肚子疼哎 都别买他家汉堡啊 哎呀老板 他是住我隔壁那老头的闺女 那老头一个人在家 他晚上不爱做饭 那他闺女就每天让我给他送个汉堡 嗯 这会人的小姑娘都结婚了 真的呀 真的 那我误会你了 哎这让你闹的 今天的生意怎么干啊 怎么没事了 别装了 好好 我现在误会了 误会了 哎呀老板 这一弄我这今天生意怎么干了 那你也没说我也不知道呀 还有可能 行 照好你今天收汤吧 我有饿了 咱吃饭去吧 真的 好 那我请你了 别害怕什么 爱着害着我 安于生化处于后的彩虹 老板来个汉堡 啊好 那个今天不卖了熟摊的啊 熟摊的 干嘛喽 我一个月给你开这么多工资 你跑出来摆摊来啦小冬 我 主持人你是不是缺钱了呀 啊 你缺钱了你跟我说呀 我给你拿就行了呗 给不然我再给你转点 我不要 你拿着 我不要 我就想靠我自己本事赚点钱 那你这风水雨晒得多辛苦呀 我不觉得辛苦啊 我觉得挺好的 而且我早就习惯这种苦热了了 这多好啊 不是小哥 是不是马经理说你什么了 你等回来 回来我就把他给开了 你开人马经理干嘛 又不是人马经理的问题 我这么大人了 我觉得应该有点自己的事业 事业 不是小哥 你就摆 你就摆个摊 你能挣多少钱呀 哎呀你别管我这么多上 这么多正上那都是我自己的 我自己花的开心 你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这么过回事 我不给你回去 我给你回去干啥 你快走吧 我这还做生意呢 我怎么 你成功 青春一无踪 多少厘愁就爱一遍成功 老板 招人吗老板 不招 老板 你不刚走吗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想过来帮你卖汉堡 我怕你太累了 帮我卖汉堡 你别闹了老板 你是千金大小姐 你是个老板 吃不了这苦的 你快回去休息吧 我要帮你们 你快快快快快 回去回去休息吧 休息吧啊 哎呀今天服了倒上乱了 汉堡 手锅汉堡 谢谢老板 你们家的汉堡好吃吗 好的 我没吃过我也不知道 好不好吃 哈哈哈 那个我主要想加你个微信 你看可以吗 哦 可以呀 真的呀 哎哎干嘛呢 你买东西就买东西 你家人微信啊吗 这你对象呀 嗯 你有对象你不走 说你瞎耽误 我赶给我走 哈哈哈哈 什么没有我我没有 你就是吃醋了 我到去退退看 谁敢跟我抢人 走呀老板 不是干嘛呀 晃晃晃晃的 见客户啊 哈哈哈哈 见客户你自己不能去吗 怎么还得我亲子去啊 哎呀这这不是这个客户有点难缠 我搞不定 难缠 嗯 还有你搞不定的客户 男的女的 一个女的呀 女客户啊 对 什么时候能让你客户给难住了啊 您的一个嘴话说得劲呢 哎哎哎哎 哎哎哎 实话跟你说了吧老板 这个女客户她对我有意思 所以迟迟不给你签这个合同 全公司上下 所有的员工和客户 谁不知道你是我的人的小冬 是都知道都知道 我可以去 走 哎 等会儿老板 这路有点远 咱开车去吧 行 我开车 啊 我到去去去看 谁敢跟我抢 哎 老板 醒醒醒醒 老板 到了到了到了老板 到了 啊 哎呦 那我开多长时间了 不小心睡着了呢 两个小时啊 对啊 不是小冬 你这开上哪儿来了 开两个小时啊 客户家楼下啊 哈哈哈 你进什么你 不是你就是女客户 你也不能上人家家楼下来呀你 这不得说 哎行行行行 等会儿 等会儿 我先接个电话啊 哎妈 对到楼下了 啊 对 晚上加双筷子啊 对 人我给你带到了 然后你好好看看啊 好 嘿嘿 那我先挂了啊 嗯 那 走办了 小冬 这就是你说的女客户啊 啊 那我妈多难缠啊 啊 就那个难缠的女客户是你妈 那还不难缠吗 你想想啊 我二十多年 天天纠缠 我找对象 她多难缠 她是不是特别的难缠 这种假房 这就太上火了 那你 那我啥也没准备 我空 空着手 我上你家吗 不用 我妈说了 你人倒就行 啥都不用准备 咱走吧 下车吧 不行 这人家似乎我一点不懂吗 哎呦 你把脸转过去 干嘛 你先转过去 那那那行吧 哎呀 你动 啊 乱你这 怎么样 这个礼物好不好 我跟你说什么礼物都不 我什么 你这样也对 你这样也对 走走 走走 走 哎 爹 看呗 这就你未来的嫂子 怎么样 长得好亮吧 嘿嘿嘿 欢迎光临 怎么还等 老板 那我 我先给你请假呗 怎么又请假 我批啊 不是 怎么就不批了啊 你看我 我这些年 我为你认老人愿吧 是吧 我照顾你的饮食起居吧 然后我每天还得准时准点的建议上下班呗 怎么就不能过 但是你告诉我 你要请假干嘛呀 嗯 这不应了吗 我要请假回家陪我妈两天 哈哈 李阿姨 啊 李阿姨你不早说 那我给你一个粥 一个粥的家够了不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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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我走了啊 你回来 怎么了刘凯 你你想反悔是不是啊 想反悔 反什么反悔反悔 那你回家你公主事回呀 给给拿张卡 给你给阿姨买点好吃的啊 书喜欢什么多买点 啊行行行 那那我走了啊 走吧弟 咱下去吧 哎好那个 老弟 老弟也回去啊 啊这不刚交了个女朋友吗 一起带回去看看 啊青椒的女朋友 对真漂亮 哈哈 老弟 那老弟人出这么几点 你都要带回家 咱俩 咱俩啊 哎哥 刚好嘛 我们也回去 你带嫂哥回去 也让老两口看看没 哈哈 那走吧 他嫂了 好嘞 老婆 想通了就通了 是假装 假装我老婆 我有兄弟 让我借钱 假装一下我老婆 好吧 帮我忙 那你 那我懂 事成之后 你说什么 我都答应你 行吧 等一下 那个混得不错吧 公司规模挺大呀 还好 还好 这位是 他是我 我是他老婆 对对对 你老婆好 你好 你什么时候接到关 怎么也没控制的时候呢 对 昨天 昨天刚领了这 对了 你今天来什么事 我这不最近遇上点麻烦 还问到十万块钱 十万块钱啊 小事 我现在给你转啊 转什么转 你自己什么样没数码 还往外借钱 外面的员工都发不起工资了 你要干什么呀 你怎么的啊 我给我兄弟啊 我兄弟借我点钱 怎么的啊 不行呗 你他什么嘴啊 再说十万块钱 对我兄弟来说 那我兄弟还不起吗 那肯定能还给我 没有这件事的 咱们去离婚 接了吗 离婚 你敢拿离婚威胁我 啊 是吧 谁怕谁啊 我跟你说 我兄弟今天这个钱 我还真就借定了 我 哈 儿啊 咱俩的命太苦了 你还没出生 什么儿啊老板 还没出生 你就没有爸爸了 什么儿啊 那 我不管啊 今天说什么 我也得借我兄弟钱 啊 行 行 这个钱 我不借了 我不借了 我还是有点事 我得先走吧 你你不借了 对对对 我得先走吧 啊 那我送送你吧 不用 你好好红索的吧 啊 啊 啊 那个份子姐 啊 啊 啊 兄弟 我出门也没带多少 这一万块钱 你拿着 你拿着 我不能要 你拿着 这真不能要 随份给孩子 拿着 拿着 那我就拿着了 啊 我走了 你好 我 啊 啊 那等我不送你了 哈哈哈 老板你行呀 哈哈哈 来事搞定了 我先走了啊 回来 怎怎么了 你都在外面 都说我是女朋友了 换钱 这孩子又有了 那也不得对我负责呀 这是什么意思了吧 刚才不是你说的吗 我帮你搞定 什么呢 那那你啥意思 老板 老板你说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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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这是我发小小美啊正好的出差吗呃这是我们春春花以前帮过我一起吃个饭哈哈哈我看你俩是在这约会的吗不是老板你说什么呢那约会约在大街上吗 这不正常叫你一起吃个饭碰上了吗哈哈真好呢还是碰上了没办法才能进去呢不是老板你误会了是是吧 哦这是我老板刘总 哈哈那我们一起吧对啊一起吧 我就不去了 不是老板你不去了不去不 打算在那玩几天啊也玩不了几天三天是吧 哎 老板你怎么回来了哦我刚才不饿 但是我现在有点饿了哦那那行那那一起吧行吧 哈哈哈哎你就是小美是吧是啊啊我之前这样提小东提起你 他说你之前好像是有两个男朋友在府里闹得会比洋洋 是老板你瞎说什么了啊他看玩笑的看玩笑的啊 哎就懂了啊你要买房的这事你跟小美说了吗 你的手费还差点吗让小美帮帮你呗啊 我没有那么多呀现在啊 没事小美不用你这个事情我已经处理好了 看怎么做到的啊你看这个就我玩了好多年的游戏帅土之兵最近推出了帅土之兵新推计划 制作游戏上官的视频就能获取休益以我的水平而 花个十倍东做个视频就火了转了点手机去 这个事情就不用你操心了 哎呀小东你也别浪费人等你的一片好心呀对不对 他如果进去你就拿着呗 兄妹但是我可以跟你说啊小东这个人呢 不是老板你瞎说什么了你啊 要不要给你们先聊我需要卫生机啊啊 您好您给我打个电话就在不是老板都赖你小美都不接我电话了 肯定生气了 董董 有些人呢表面看起来确实挺好的 但是你一到处遇到困难 找他们帮忙他们跑得比谁都快 小美不是那边人吧 我不给你转回去了那边啊 啊 真心也闲人不要等到失去了才知道这 因为是真的 远是假的 没什么执着 你看没有这个就是我老板跟他一起来出餐 我真是服了上个服务区像小号 这个服务区上大号200公里路程 走了四个小时竟然没走到 嗑了一路瓜子 瓜子嗑了四斤沙糖菊喝了一筐 不是真是服了 你上面他是猪变的是不是 不对是驴变的 懒率上面时间多 你看没有 谁有大班小班的浴室一堆 我真的是哈哈哈哈 外面冷吗 走了 好吃吗了吧 没事吃个包子 我不吃 冷吗冬属吗 放到我冬层暖的 哎呦哎呦哎呦了了了了 哎呦 走了走了 哎接着安静在啊 哎呦 哎老板 今天真好看啊 快走 哎好 喂妈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我跟朋友准备出去吃点饭呢 啊对 普通朋友 老板你走那么快干嘛 老板老板你走那么快干嘛 普通朋友 想到我们俩是普通朋友 我我们 呃普普通同事同事 同事 我是 你妈妈不认识我吗 为什么要这么说 呃那那那我怎么说 我们不是普通朋友吗 我们是普通朋友吗 我真的我们是爱事 我真的我们是爱事 只只不清 晓冬我以为我们已经在一起了 眼神正片 你说什么 我以为 我以为我已经是一女朋友了 小龙 喂喂妈你听见了吗 她同意了 她同意做我女朋友了 心里都是你 是你 那只热 汹涌 的回忆 将我 证据 一会儿想吃什么 走走走走 干啥呀大包姐拍一张马经理啊 这不下班吗 离他们吃饭去 对是吧 这就下班了 啊工作做完了吗 小吃辣面行 那回答我问题回答对了 就可以去吃辣面 回答错了赶紧去下班 听没有 行行行行行行 第一个谁先来 我老板我先来 白骨精头疼 他上音乐是看骨科还是看 在脑科呢 不是什么 你呀老板 谁也不被子 你留下加班吧你 二个哎我老板我来 行行 话故事的皮诺曹 说谎鼻子会变长 那他说他自己的鼻子会变长 他说不说啊 我求我的 哥 加班了 哎呀还得开打两 对他吃辣面行用 高经理啊 哪吒死后 是骨灰还是藕粉 那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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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这关键时候 你还得看我老板我 马经理啊 问你个简单的 行 公园门口的导盲犬标识 是给人看的还给不看 哈哈 给人看的 对吧 给什么人看的 带导盲犬的人啊 是不是 哈哈哈 哈哈哈 对吧 哈哈哈 导盲犬的主人看的是吗 对 导盲犬的主人看能看不见吗 哈哈哈哈 给狗汉 这是给人看的 狗汉他能看懂是吗 你谁家狗汉看字学字呢吗 给狗汉 看 哎呀 你俩咱也过去做 就这个智商 还搞不过天天下班 哎 我呢 哎 就个狗汉看不懂 就给人 哈哈哈 来 可忠 哎 到你了啊 一下也等于此 哎 回家队子 走 大家吃饭吃 哎 走 哎呀 老板你 你 我都没关系 只要用你 我的肥肠 快走 哎呀 怎么啦 呃老板 你那个笔记本我拿了 不是嫂子 我说你一天丢三落四的 能干点什么呀 上哪去 哎老板 要不然你去拿呗 我我去先开车 我用你把工资给你一起领了啊 哈哈哈 哎呀你就去拿一下嘛 老婆 叫什么 嗯 老婆 那个我突然想想 我口红没拿 我上去拿啊 你去这车吧 哦啊行 怎么拐用啊 雷特 果汁啊 你不爱喝果汁 毛贝还挺多的呢 哎 我想喝咖啡 老婆 老婆 是这么坷人的一下人呢 怕什么 老婆 那个 我在去给你点个肥肥啊 哈哈哈哈哈哈 再次一次 哎老板我想吃阿丁哦 行吗 你叫我上老婆 我给你买啊 干什么 笑啊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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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吧走吧走吧 算什么算啊 老朋友不是没有钱 叫 老婆 顾了顾了老板 顾了顾了顾了 顾了顾了 老板给送到了啊 我先走了啊 等会儿等 怎么了 给 这是什么 这是我的存款呀 你存款给我干嘛 嗯 我们家都是老公款店 今天也想见到你 我我我愿不愿给给给你 我不要啊 怎么了 你你都有老公了 你还让我叫你老婆 那这这渣女人你 有你有病啊你